5月6日蒙佳慧接受电视访问 向来不接受访问的悠悠 直言第一次访问就给了好友王贤志 婚后的蒙佳慧直言兴趣有变 现在的她很喜欢耕种 想要当一名农夫 现在我的兴趣有一点改变 就是我多了想做这个 是不是农夫了 这个方面的兴趣 我很想学很多关于 中级东西的 敲门 今次活动 蒙佳慧减去长发业短发式人 让人不禁联想到近期有报道称 蒙佳慧去看中医 调理身体 准备生小孩 不过悠悠表示 真的没有想过 直言带小孩太辛苦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有朋友刚上完小孩之后 就告诉我 告诉我要开始准备 帮小朋友找学校 比如说一些paygroup 然后我就感觉 刚上出来还没有 半年就已经开始 要想这个问题就比较辛苦吧